字幕志愿者 太太 嗨大家好 我是Aren朱 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 前天剛公佈的 海洋堂的新奇三口系列最新的 一個角色 超人 這個大超是 海內外 超型英雄迷都敲碗非常久的作品 但是之前一直都沒有風聲 現在終於正式的放出了上色的官圖 雖然之前未上色的灰魔原型 就已經在展示中偷偷遭到資訊的流出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如果一直有在關注這個系列的話 大概都已經曉得超人這個角色的存在 但是終於現在我們大家等到了這個上色的 這個樣品的官圖 那個金屬藍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整個細節也都很到位 然後這隻超人 在圖片上有寫的是約17.5公分 這個身高真的是 跟之前的我的英雄血院的歐爾麥特一樣 不會是大超 真的很大 那披風也是一定有的 那披風這一點可玩性 這次山口老師有做出了不少調整 然後裡面最讓我掉下巴最驚訝的點是 竟然這次同時附上了塑膠披風 還有內藏鐵式的布披風 內藏鐵式布披風這個點實在太讓我驚訝 真的是有夠驚奇 因為感覺不論是海洋堂或者山口老師本身也好 似乎都不是會對做像鐵式披風這種嘗試的一個玩具製作的設計 那這次竟然忽然採用了 不曉得 試了之前 蝙蝠俠的披風 太刺手 然後可玩的難度比較高 所以讓他們這次 很痛逼失痛嗎 或者是想要嘗試看不看不同的做法 所以同時附上有兩種披風 那不管是哪一種 喜歡哪種玩法的人 那這次兩種都給好給滿 相信 不管喜歡塑膠披風那種立體感 躍動感 或者是喜歡鐵式披風 那個方便把玩的感覺 大家都應該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玩法 那這次也有公佈了一些配件 不過這次公佈的配件 其實從圖片上看只有四個頭雕 然後替換手 沒有看到鐵式披風 也沒有其他配件 那比較讓人覺得好奇的是 他這次的頭雕 不是像沒有以前的可動眼 然後是三個表情一樣 可是眼神分別看前方 左邊右邊的頭雕 還有一個發怒 而且是準備要射出雷射眼的頭雕 那這就讓人比較好奇啊 因為說到超人 超人玩具 感覺大家一定會有配件 就是眼睛雷射光束 那或許還額外再附上一個 他的急動呼吸的話 那會更好 可是這次放出的上色官圖裡面 都沒有看到這兩個 而且拿掉可動眼 感覺是少了一個玩點 那如果不同的頭雕可以分別有 不同表情像是微笑啊 呃 平靜 或者是髒嘴怒喉 的話 感覺會比較豐富啦 那三個表情都一樣 只是眼神不同 就覺得稍嫌有點 重複單調了一點 那還是再看看後續會再公佈資訊吧 這支目前的上市日期是 暫定在明年的明年中之後 那希望是六月左右 畢竟這支大超已經讓大家敲軟太久太久了 那當然跟早點玩到是最好 不過大家如果有在關注的話應該曉得 最近因為受到中國生產那邊的停電的問題 驚奇山口系列 接下來要預計發售的角色 全部往後延了大概 兩到三個月左右 所以希望接下來不要再有什麼變數了 好了這就是今天的最新的 海洋驚奇山口資訊公佈 如果還有什麼新消息的話 我會再放上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